各位观众 这里是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5月7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抵达这里 对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首个全面战略伙伴 与中国有着铁杆有意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时习主席时隔8年再次访赛 对中赛关系体制升级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进入塞尔维亚领空后 塞尔维亚两架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时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夫妇 对华合作委员会主席前总统尼克利齐夫妇 议长布尔纳比齐 总理武切维齐和外长九里齐等 热情迎接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习近平指出 中赛传统友谊深厚 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换的考验 树立起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016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人员往来更加密切 铁杆友谊深入人心 中赛合作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中方愿同赛方一道 不忘初心携手前行 开创动力更强 领域更广 质量更高的合作新局面 我期待以这次访问为契机 同武器级总统就双边关系 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共化友谊 共商合作 共谋发展 规划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 我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譜写中赛关系发展新篇章 武器旗在机场为习近平 举行独具特色的迎宾仪式 塞尔维亚少年儿童 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 挥舞中赛两国国旗 身着盛装的塞尔维亚民众 再歌再舞 热烈欢迎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李明 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 贝尔格莱德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氛围 中赛两国国旗到处迎风飘扬 热热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热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热热欢迎 多处点亮中国红 巨幅电子屏滚动播放着热烈欢迎 尊敬的中国朋友 吕赛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以及塞尔维亚民众 自发等候在道路两旁 挥舞中赛两国国旗 热烈欢迎习近平到晚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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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et � Boh oth an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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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